近日卓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 当大家看完之后 一下子把视线转移到了蓝结英身上 蓝结英曾经是娱乐圈里 非常有名气的女星 她长得非常的漂亮 身材也是一级的棒 有时候太过美丽 也是一种错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正因为蓝结英有著如此美丽的容貌 山会被很多娱乐圈的大家们看中 一下子成为了那些男人嘴里的羔羊 在蓝结英事业最为红火的时候 那些男星们侵犯了她 多年以后有人采访蓝结英 她也毫无保留地讲述了 她曾经被性侵的经过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这可是莫大的耻辱啊 性侵的男星 其中还有我们娱乐圈的大佬曾志伟 看看娱乐圈的这样的混乱 一般的女孩子可不要轻易地踏入 里面的水也真是太深了 这个事件 一下子把曾志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那几天有关曾志伟种种 把她送到各个新闻的头条了 看来曾志伟还真是火一把了 她是大众眼里关心的重要人物 哦 这两天的情况有所变化 网上也热搜不到她了 可能是曾志伟的人们比较广吧 一下子就全下线了 并且还发出一条律师喊 说如果在有人发出之前的类似的新闻 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大家是不是被这样的话给吓住了呢 当下娱乐圈可谓是浑浊不堪 不是这个门就是那个门 毕竟娱乐圈里各种名利追逐 至最近里 最近香港娱乐圈大老曾志伟 可谓是摊上市了 一夜间称为众师之地 被人大骂禽兽 人杀 虽说在出道多年 更和成龙 红金宝称兄道弟 在香港娱乐圈堪称大哥级人物 但是蓝结英事件的爆出 让我们看清了这位港片老大哥的丑握嘴脸 事件就起源于20年前 曾志伟对政党红的蓝结英 进行了性侵 而这也造成蓝结英精神抑郁抑制生活落魄 靠着乞讨度日 而蓝结英爆料视频的爆出 曾志伟的态度更是惹怒了无数网友 明明被人指责是禽兽 反过来却因为对方患过精神病 骂他胡说八道 是疯婆子 但是作为超模家母 那含义忍不住站出来发声公开指认 曾志伟在圈内就是人渣 这在香港娱乐圈不是什么秘密 他还爆出猛料说曾志伟 曾到内地烈焰寻欢 还包括数十位香港模特 不少人都是韩怡的学生 被曾志伟带到娱乐场所 其实最后就是拉皮条 至于说很多网友担心韩怡 被曾志伟报复 韩怡说完全不怕那个人渣 他说自己手里有十足的证据 如果曾志伟敢报复 那么他就爆出所有证据 让曾志伟他们身败名裂 说到这里就不提不提到曾志伟 曾经有一部电影安乐死战场 里面有一场男女激情的戏码 而在此之前女演员被要求假戏争作 女演员当时同意了 但是在拍摄中却变成了 女演员被几个人轮流 他就开始反抗 但是曾志伟怎么肯罢手 就这样女演员被曾志伟给侮辱了 害得这个女演员退出了香港娱乐圈 万万没想到 65岁的港片大哥曾志伟是这种人 晚邪不保是肯定的 以前受人爱戴 现在被人作骂 做贼心虚 所以一直不敢站出来回应这件事 这也让我们感叹娱乐圈太肮脏了 太多黑幕我们都不清楚 相信在未来娱乐圈的那几件迷案 也会渐渐被人保出 你对曾志伟侵害拦截 应这件事怎么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